今天不是數戰數決 今天是一個持久戰的 其實這個持久戰的話 就要悲觀是哪幾個部分的 悲觀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拿不下來基輔 現在看到這個會戰 你的角度好像覺得說 基輔被俄羅斯拿下來的事情 比較快 比較快沒事 這是很殘酷的事情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件事情的話 你覺得西方國家也這麼想嗎 我不知道西方國家是不是想 他們是不是覺得德羅斯基撐太久 但是如果說這個戰事一直延續下去 沒有解決的話 那這戰爭就一直一直延續 一直每天每年都在看 你就看到油價起起伏 油價起伏就跟著他的那個 tempo在走而已 所以現在問題一直不解決的話 不然就是坐下來談 但是問題是我剛剛提到的 所有談判都是假的 今天談判假的 那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說 但是俄羅斯來講就是邊打邊談 我不是真的是要跟你談 因為拿不出 你看到談判的內容是什麼東西 共產黨就最會邊打邊談 他們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 所以邊打邊談 所以你看到這個對普丁來講的話 他其實拿到檯面上談的那些籌碼 那些東西都不是在這交換的 所以你居然要很殘酷的說 這一場戰事 能夠不拖 拖下去整個世界在消耗 包括能源也在消耗 國產老師也講到 就是讓他們拿下基輔 就傀儡政府成立 就是傀儡 傀儡的傀儡政府成立 然後西方世界願意讓傀儡的 那哲羅斯基流亡 也確保他人生安全 他到其他國家去 他不要死在烏克蘭 那烏克蘭就變成俄羅斯的了 那不算俄羅斯的 他是烏克蘭是獨立國 但是只是是一個親俄的獨立國 是一個傀儡政府的獨立國 所以等於西方國家目標 跟俄羅斯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變成說 為什麼烏克蘭人被犧牲的原因 你說破的居然是這樣子 對啊 否則你真的說真的 你就是直接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你直接讓烏克蘭上面有美軍存在 你看俄羅斯敢不敢打 他絕對不敢打 這問題是現在沒有 這種狀況沒有出現 現在狀況是 折倫斯基都還沒流亡 折倫斯基 大家沒想到說 折倫斯基會守下來 你覺得西方國家什麼時候 會讓折倫斯基流亡 強強要把他載走 現在折倫斯基 歐洲國家怎麼看 其實他們是越看他覺得說 哇他現在是越穩定 你看他到 他可以視訊到英國的國會 去演講 獲得這麼大的影響 那你怎麼知道下禮拜會不會德國 會不會其他國家 越來越多國家 所以對歐洲國家 如果你撐著撐住了 對他們歐洲國家壓力黨 也沒什麼不好 而且你象徵了一個 民主自由的價值 來對抗這個普丁 所以現在的難題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在普丁上 那你看現在他的那個錢 就是烏克蘭的前總統叫做 亞努克維奇 他是親俄的 他現在人其實就在俄羅斯 白俄羅斯 後來把他送到白俄羅斯 因為他更接近烏克蘭 其實他們是想 如果基輔 這個被俄軍攻陷的 這個亞努克維奇 立刻回到基輔 然後說我是總統 然後他變成是一個傀儡政權 然後把折倫斯基 可能就抓起來 變成戰犯 他們的想法是 所以他們有在做準備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